美國海軍P-8A海神反潛巡邏機 使用噴射客機取代傳統螺旋槳飛機 機上配有五個內置與六個外置武器掛載點 主要用途是海上巡邏偵查反潛作戰 上個月底 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發布聲明 P-8A海神式巡邏機 在國際空域飛越臺灣海峽 展現美國對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承諾 對此中共再次跳腳 共軍東部戰區表示軍方密切監視 反對美方蓄意干涉擾亂地區 局勢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美中爆發口水戰 因為他認為臺灣海峽是公海 中國大陸認為臺灣海峽是內海 美國對臺灣海峽的情勢 他是非常的關心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包括澳洲也包括加拿大 都有曾經伴隨美艦穿越臺海的這個紀錄 北京他如果說繼續堅持這種單面主力 那可能會面對更大的戰略後塑力 美中關係在線緊張氣氛 尤其在間諜氣球事件後 雙方不信任感再度發酵 一顆氣球擾亂美中關係 英國市調數據公司與經濟學人聯合進行 一向民調顯示 美國民眾中有百分之五十一的人 主張美國應該採取強硬立場 以阻止中國大陸用武力奪取臺灣 如果臺海兩岸爆發武裝衝突 百分之三十七的美國人認為 美國應該以武力協防臺灣 在一些通訊軟體上面 軟體上面對於這個國家安全或是情資安全的危害 面對美國民意挺臺 臺灣人是否買單 一片疑美論當中 民主文照基金會做出調查 對於美臺關係有百分之五十五點四民眾認為 美國只是利用臺灣 百分之十九點七認為 美國會守護臺灣 在美國保障臺灣承諾部分 有百分之四十九點一民眾沒有信心 百分之四十二點八有信心 有百分之六十五點四的民眾擔心 美國會因為本身利益 把臺灣當作壓制中國大陸崛起的工具 若要在親美還是親中之間做出選擇 中華亞太經營交流協會的調查也顯示 近七成民眾認為中國大陸對臺灣的威脅嚴重 從安全面來看 百分之四十六民眾認為臺美關係重要 多於認為兩岸關係重要的百分之四十點七 美中臺三角關係風雲再起 利益當前臺灣成為夾心餅乾 如何自處引發國人焦慮 TVBS新聞陳建民往後與臺北採訪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趕緊訂閱 開啟小鈴鐺